一根麵 是宋、圓、明、青石溪四川成都 黃龍溪古鎮著名的漢族特色傳統麵小吃 黃龍溪地處平原 陸溪海域緊張交會穿鎮而過 特培水美、盛產小麥 每到逢年過節半喜事時 黃龍溪人就會用麥芯粉製作一根麵 一根麵的特色是 一鍋裡面只有一根麵 一根麵能裝一碗,一根麵想要多長有多長 麵點是離鍋大概一步之遙 主手從油盆裡抽出盤好的麵條 大拇指和食指相互配合 右手輕輕抽出 把指頭般粗細的麵條再撐來延展 細長的麵條在空中猶如龍飛鳳舞 眉眼起伏,落入水中 並能看為關子 三大炮最早起源於當地廟會 是一道成都傳統名小吃 三大炮的主要食材為 糯米、黃糖、芝麻、黃豆 由於在拋扔糯米糰時 如蛋丸一樣發出咚 咚、咚、三下講聲 分為鐵炮、火炮、槍炮 故稱之為三大炮 三大炮製作過程有趣 讓遊客人不住住主觀看 是一個城市最有煙火氣的美食 三大炮 三大炮